虾在水中游,人在纸上画 这段真是影像于1955年拍摄 记录了齐白石老人晚年画虾的全过程 也是我国唯一存当齐白石老先生作画的珍贵影像 视频中这位白色胡须老人便是齐白石 而此时的齐白石已经90多岁 但年龄根本就没有改变他对画画的爱好 他晚年为了把虾画好 便长期在碗里养了几只虾 并每次画虾时都要对着碗里的虾镜待几分钟 把虾的每一个动作细节都刻在了骨子里 不一会儿齐白石便开始了他的画虾制作 从他的坐姿和提笔我们可以看出 他对自己也是非常之严格 也体现出来了大师的风格 只见白石大师从右到左 从轻到重画了几笔 画面一转几只虾的身体已经映在白纸上 接下来就是给虾添虚画脚 首先白石大师用笔尖给长臂虾轻轻地勾上了两条腿 加一笔来回家画 长须共六条画在头的前端 虾从虾的两个极壮薄硬壳伸出 随后几只活灵活现的长臂下 便出现在了白纸上 画面简洁明快 灵动自然 将虾的形态与其特有的生命力完美地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幅既具有艺术价值又表达意义深刻的作品 而齐白石却从中看到了更深藏的东西 他用毛笔 江虾的形态和生命力娓娓到来 表现了生命的顽强和无畏 这或许正是齐白石所追求的随心所欲和任性自由的精神 他希望通过自由的表达方式 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然的赞美